好,在讲第七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第六的小问题 Matem hoshwim Matem hoshwim,你们在想什么,是吗 下面说,Ma Sharon kotevet Sharon,沙郎,他在写什么呢 再来,Lemi yi kotevet 他又写给谁呢,第七 第七的话,读一读下面的附属型 不过,要有趣味的事是,他把这个也大写了 那我如果没有张冠礼贷的话 他是希望你能把这个附属型也能读得出来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做 Cehufe Sharon kotevet 那么旁边有注释是吧 Cehufe,这个是combination server 其实他本身这个东西也是个附属型 前面是附属型的combination,后面是一个并列 说,Sharon kote 字面上来看的话就是个并列组合 并列组合,好,我们来看下面的 说,Doar,Avihr Doar,Avihr Doar是post,也有邮件的意思 因此,这地方的话 Avihr是air,就是航空邮件 Beitsefer,学校 Sharon kote,Sharon kote,课 课成课,或者说一课两课那个课 Beit,家,家里的课,也就是所谓的家庭作业 下一个说,Tapuach,Avihr S,苹果,S其实是树的意思 下一个说,Mezig,Avihr 又来一遍,刚才是Doar,Avihr 这回是Mezig,Avihr Mezig其实有脾气的意思 那就是天气的或者说空气的脾气 这里指的是天气 下一个,Beitcafe,不说了 Yom,Holedit,Holedit是出生 所以就是生日 最后一个,Beitcafe,这没什么好说的